大家好,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要联合成立一个全新的中文新闻媒体 要24小时不间断的滚动播出 他没有说是视频类的还是其他类的 不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滚动播出 是视频类的可能是非常的大的 为什么成立这家媒体 他说是因为还是那个老一套 对吧,我们被洗脑了 我们的媒体都是被官方控制的 所以他要提供和官方不一样的新闻资讯 给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世界 简单就是说我们的媒体都被控制了 这个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大家都在被洗脑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 为什么还要干这么蠢的事情 因为这个美国之音也好 大纪元新唐人也好 对吧,包括这个自由亚洲 早就冲了大街了 天天造假,胡说八道 基本没有人信了 不过还是这么的执着 一个吧,我觉得是要骗经费 对吧,这个维基百科说的很清楚 美国之音自由亚洲 那都是美国的CAA出资的 而且预算还不低 对吧,一个我觉得是又要骗经费了 那么第二个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吧 其实他们可能知道 中国大陆这个墙啊 在一个中国的这个90后年龄 这个年轻人啊 不能说没有很古早 但大部分其实不信他这一套 他更多的还是要什么 打着忽悠大陆的年轻人的旗号 可能更多的还是忽悠港台的 还是这个海外 对吧 这个港台啊 被洗脑的人已经很多了 他要接着洗 给你洗个彻底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啊 对吧 尤其是结合香港这次的区议会 还有台湾 对吧 越年轻的越绿 除了岛内的媒体的洗脑啊 其实和这个 这些媒体有很大的关系啊 譬如这个 台湾的朋友就说 这个在YouTube上啊 其实也包括以前这个Facebook 台湾人用Facebook是特别多 动不动就给你那些 法轮功的广告啊 而且特别长 就是一堆啊 上访了拆迁了啊 被打了 对吧 这些图片啊 视频啊 在这个广告当中 非常的赤裸裸啊 非常的刺激眼球 天天都是这些玩意儿 不被洗脑也很难呢 对吧 用他的话说 对吧 没被洗脑 那真是经历了千锤百炼啊 炼出了火眼金睛 大部分人是不行的 大部分人是不行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啊 非常值得注意的啊 尤其是 值得有关部门的注意啊 对吧 那么就是第三个了 那么像前面说的 明知没有用 为什么还要成立 对吧 美国的这些 这些相关的部门吧 对吧 是不是真的这么蠢就被骗了呢 如果没被骗 是不是说洗脑的程度又升级了 对吧 又要采取全新的方式了 在这个港台啊 其实 也包括海外这些华人呢 对吧 其中有很多人呢 对吧 已经被洗成这个样子 再加速的洗啊 充当反华的金先锋 对吧 所以对他这个 升级的洗脑方式呢 我觉得也很值得注意啊 所以他这个台出来之后 我肯定要看看啊 那么最后一点啊 最后一点 对吧 是结合上一点呢 是他这个升级的方式啊 升级的方式 或者是他升级的内容 或者其他东西啊 是否真的会整个 对整个大陆的年轻人 带来影响 一个吧 就结合大环境 其实中国大陆 是越来越开放的 包括我们 对吧 在金融领域的开放 在其他很多的领域的开放 对吧 以后的一带一路啊 对吧 要推5G 要推IPV6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你和世界的融合 也是要越来越融合的 那么 这个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 这一轮的洗脑 是不是也是 是筹准了这个大环境的啊 中国越来越开放 和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 对吧 而且包括翻墙的越来越多 是不是也瞅准了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很值得注意啊 那么上面说的这几点吧 对吧 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猜测啊 那么 提前做个警惕吧 那么当他在这个台出来的时候 先看看啊 你包括一些 其实包括我们很多人啊 包括我自己 咱们是 身经百战了 千水百炼了 怎么也洗不了了 什么都明白 但是就像他这个 成立这个新闻自学团 自己也说的很清楚 是针对青少年的 是针对青少年的啊 青少年很多心智不成熟啊 而且很多人啊 世界观18岁之前就形成了 一旦形成以后的 很长的人生当中很难改啊 真正要改会经历过 一些很血淋的事实 才能大射大悟 所以一个吧 说这个美国呀 我觉得太坏了 那么另外一个呀 自己也要注意 当然也不可能说 因为这个东西 让自己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保守 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吧 也包括国内的宣传 人家升级 你也得跟着升级啊 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宣传 你要升级啊 但是在升级肯定不是走向 越来越保守 因为越来越保守 肯定是没有意义的啊 就像上一个视频说 香港这个反权威主义 也是一样啊 其实尤其是在青年人当中 对吧 他那种叛逆期是很强的 你越不让我看啥 我越想看啥 对吧 就像有一个 对吧 Core群语音里 他就说过 他以前最开始翻墙的时候 看一些大纪元那些 你不知道的那些密室 对吧 他就喜欢向朋友吹嘘 炫耀一下啊 对吧 关注关注不重要 对吧 喜欢的就是这些 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的感觉 尤其这些事情 对吧 是在一些很大的人物 这种心理是很重要的 这种心理是很重要 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心理 尤其是青少年 我们从那个年代走过来 对吧 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 所以 如何应对吧 如何应对吧 我觉得这个 事情发展到今天 对吧 这个舆论战呢 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真的越来越重要了 如何应对舆论战 对吧 尤其是带有价值观输出的舆论战 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觉得很值得研究 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要的课题 而不是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课题 那好 今天这期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